魔道祖师 第四章 雅骚二 那枚烙印夺去了魏无羡的全部注意力 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什么 连对方的脸都无暇分心去看 呼吸也跟着乱了两拍 忽然他眼前一白 仿佛落下一片雪木 旋即雪木被劈开 一道蓝色剑芒携着寒冰之气袭面而来 避尘 威名赫赫谁人不识 要命要命 竟然是蓝战 逃命躲剑 魏无羡乃是轻车熟路 就地一滚 闲闲避过 冲出冷泉时 还有闲暇顺手拔下一根 粘在头发上的草叶 无头苍蝇般的他 和熏夜的几个人撞了个满怀 被一把抓住 你乱跑什么 云深不知处 禁止急行 魏无羡见识蓝景仪等人 大喜过望 心想 这下可以被乱棍轰下山了 忙把自己送上去 没有没有 我没看到 我没看到 我绝对不是来偷看韩光君的 几名小辈一听 当时被他的狗胆包天 震得是瞠目结舌 蓝旺鸡在何处不是高山洋旨 不可亵渎的名士 族中的晚辈们更是静其如天神 在冷泉附近窥视 这种事情连想象都觉得是罪大恶极 蓝丝锥吓得连语调都变了 什么 韩光君在里面 蓝锦仪大怒求着他 好啊你个死断秀 这 这你也敢偷看 魏无羡趁热打铁 给自己坐实罪名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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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不是来偷看韩光君洗澡的呢 此地无垠三百两 还说你没有 你没有 那你鬼鬼祟祟的在这里做什么 啊 你看你 哎呀 都羞得没脸见人了 魏无羡双手掩面道 嗯 不要这么大声嘛 云深不知处 静止喧哗 正鸡飞狗跳 蓝望鸡身披一件白衣 散着长发 从层层叠叠的蓝草之后走了出来 不过几句话的功夫 他竟然已经穿得整整齐齐 毕沉尘尚未收入翘中 众小辈连忙行礼 蓝锦衣忙道 韩光君 这个莫玄宇实在是可恶 本来看他莫家庄相助的份上 您才把他带回来的 可他却 他却 魏无羡以为这一次会被忍无可忍地踹出山门去 可谁知 蓝忘机扫了他轻描淡写的一眼 静默了片刻 争的一声便把毕沉收入翘中 都散了吧 平平淡淡的几个字 然而鸡威之下绝无二话 众人立刻散了 蓝忘机则匆匆融融地提起魏无羡的后领 一路往静氏拖去 这 哎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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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爱用拖的呀 魏无羡亮亮腔腔地叫道 蓝忘机冷冷地道 喧哗者 静言 扔他下山 那是求之不得 静他言 却是静谢不明 魏无羡百思不得其解 蓝家什么时候对魏斯本家名氏沐浴这种不知廉耻的罪名 这么宽容啊 这样也能忍 蓝忘机将他拎入境室直奔内奸 咚的一声摔在了踏上 魏无羡被摔得哎呦一下 一时爬不起身来 本想娇称几句 伸对面一身鸡皮疙瘩 可抬眼一瞄 蓝忘机一手提着避沉剑 正居高临下地看着自己 看惯了蓝二公子 竖着抹额一板一眼 一丝不苟 这副乌发微散 轻衣泊衫的模样 倒是从未见过 魏无羡忍不住 多瞧了两眼 拖来摔去一番动作 蓝忘机原本紧紧合着的领口 也扯开了血 露出明晰的锁骨 和锁骨下那片深红色的烙印 一见那枚烙印 魏无羡便又被吸引了注意力 这枚烙印 在他还没有成为 夷林老祖之前 身上也有一块 而此时蓝湛身上的这块 无论位置还是形状 都和他生前身上那块毫无二致 不由得他不眼熟不奇怪 而奇怪的 不单是这烙印 还有蓝湛背上的三十多道戒鞭商 蓝湛年少成名评价极高 乃是最最正统的先门名士 能罚他的 只能是他的长辈 可蓝湛从来都是 姑苏蓝氏 引以为傲的双臂之一 一言一行 更是被诸家长辈 视为先门优秀弟子的标杆 究竟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 受这么重的罚 那些伤痕 一看就是往死里在打 而戒鞭痕一旦上身 这辈子都没法消失 为的就是要让受罚者 永远记住永不再犯 顺着魏无羡的目光 蓝望姬微微垂下眼帘 顺手拉拉拉衣领 遮住锁骨 引去伤痕 又回复到那个 冷若冰霜的蓝望姬 这时 一阵沉沉的钟声 从天外传来 蓝家家归颜柯 坐膝颜颈 害时兮 卯时起 这钟声便是都市 蓝望姬迎神 听尽了钟声 对魏无羡道 你就睡在这里 不给魏无羡答话的机会 他便转入了近视的隔间 刘魏无羡一个人歪在榻上 心中迷茫 并非没有怀疑过 蓝湛猜到了他是谁 只是这怀疑 于情于理都不通 献设禁术 既为禁术 必然支支者甚少 而流传下来的又多是残倦 无法发挥作用 长此以往 性者更少 莫玄宇那纯粹是歪打正着加狗屎运 才靠着一个皱纹和仪式都没有 作权的残阵 召回了魏无羡 姑苏蓝氏这种家教雅正的先门望族 自持身份 多半是不屑于了解这种邪门歪道的 蓝湛又总不能凭他吹的那段破笛子就认出他吧 他自问 生前与蓝湛并没有什么铭心刻骨的交情 虽然同窗过 历险过 也并且战斗过 但从来都是落花流水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且天性使然 他们的关系绝不能说好 蓝湛是姑苏蓝氏的子弟 就注定他必然记牙且正 与魏无羡性情颇不相容 大多数时候 蓝湛是很反感他的轻浮随意 对他的评价和旁人一样 邪气肆虐 正气不足 判出僵尸以后 结的梁子也不能说小 若是蓝湛认定他是魏无羡 他们早应该打得昏天黑地了 而现状却让人哭笑不得 他从前随便干点什么 都让蓝湛不能忍 而如今使尽了浑身解数 做妖做怪 蓝湛却都能忍 是不是该表扬一下蓝湛 有了长足进步 可喜可贺 干瞪着眼挨了许久 魏无羡翻身下榻 动作极轻地到了隔间 蓝旺鸡侧卧在他 似乎已经陷入了沉眠 魏无羡无声无息地靠了过去 他仍旧不死心 准备摸一摸 看看能不能摸出那只 千呼万唤使不出的通行御令 岂知刚伸手 蓝旺鸡长节微颤 睁开了眼睛 魏无羡把心一横 扑身上塌 他记得蓝湛非常讨厌 和别人肢体接触 从前碰他一下 都能被他掀飞出去 若是这样还能忍 那就绝对不是蓝湛了 他甚至会怀疑蓝湛 是不是被夺赦 魏无羡整个身子 凌驾于蓝旺鸡上方 双腿分开 跪在他腰部两侧 手则撑着木榻 把蓝旺鸡困在双臂中央 脸缓缓地压了下去 两张脸之间的距离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进到魏无羡 呼吸都困难了 蓝旺鸡终于开口 下去 不下 一双铜色极浅的毛子 静在咫尺 与魏无羡对视 蓝旺鸡定定地看着他 重复了一遍 下去 我不 你让我睡在这里 就该料到会发生这种事 你 确定要这样 嗯 不知为什么 魏无羡有种必须慎重考虑回答的感觉 他刚要勾起嘴角 忽然腰间一麻 双腿一软 紧接着 整个人扑通一下 趴到了蓝旺鸡的身上 欲成不成的一个弧度 就这么僵在了嘴角 他的头 贴在蓝旺鸡左侧的胸口 浑身上下动弹不得 蓝旺鸡的身影从上方传来 说话又低又沉 胸膛随着土字声 发出微微的震动 那 你就这么睡上一晚吧 啊 魏无羡怎么也没料到 是这样的下场 蓝旋这些年到底怎么了 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还是以前的那个蓝旋嘛 被夺射的是他才对吧 他内心正惊涛骇浪 忽然蓝旺鸡微微起身 魏无羡以为 他总算是不能忍了 精神一震 可谁知蓝旺鸡轻轻一挥手 灯灭了 竟是陷入了一片黑暗和死寂